中篇小说《英雄碑》改编的三世纪情感叠战巨制《最后一枪》 6月5日在恒店举行了首次探班 该剧由宝剑峰、戴娇倩领衔主演 讲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感情深厚的三兄弟 最终却手足相残的故事 在剧中,宝剑峰饰演的陈泽将从一个游手好闲的顽固子弟变成一个地下党员 而戴娇倩则扮演埋头音乐不闻窗外式的柔情少女沈雪清 他俩在长达16年的革命浪潮中演绎一个跌宕起伏的情感叠战故事 此次是两人的三度合作 谈到此次合作,两人都表示 与前两次的合作有着完全不同的感受 我们两个人最后是有一个在一个共同的理念 共同的一个信仰下面 我们要做一个生死离别 那么如何又在于就是我们又可以既能够让大家能够存活下去 又能够完成我们彼此带的任务 能够让我们的追求的目标能够 我们信仰的东西能够实现 我们做了一个生死的抉择 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而当天恰巧也是戴娇倩的生日 片方特地送上蛋糕与祝福 戴娇倩甚是感动 并表示是自己第一次在剧组过生日 而宝剑峰送给戴娇倩的礼物 竟是希望他早日找到心目中的另一半 没有在片场过过 从来不过 应该是人生当中的第一次 因为我从来不是很愿意 就是在工作当中去做自己私人的事情